她是养在宫殿里的金丝雀 上万守卫虎视眈眈 但她不甘任人摆布 在众人赤裸裸的目光下 舞动暗藏锋芒的衣摆 外衣飘落 冰刃划过 众人见识到金丝雀的厉害 全部跪地请求她不要抛弃士族 可女人为找寻失踪的哥哥 不略公主身份 即便背上叛逃罪名也要离开 她志出武士道 一跃踩踏守卫背部 一米七的眉腿格外耀眼 男人纷纷抬头望向春光 早已备好的滑翔伞在万米高空打开 知了一封神秘邀请函突然出现 公主清准结果 似乎早有预料 与此同时 远在海上倒挂金钩的比金丝美女拳姐 刚刚用自己的摔跤技能 解决掉过路的海盗 同样收到飞镖邀请函 她似乎安装着美女雷达 乡中的全都是超丰满美人 珠宝大道 克里斯蒂还在卫生间洗澡 警方就找上门 人赃并获 克里斯蒂丝毫不慌 尸身诱惑 同时借穿衣机会 引得对方猛吞口水 跃跃欲试 趁三人丧失理智 她动作利落伶俐 直接将他们击晕在地 随即 克里斯蒂拿上现金 在电梯里用美色换取封衣帽子 潇洒跃上摩托车风驰街道 邀请函就在这时猛扎车头 发布邀请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武术竞赛发起人 达纳文博士 海伦纳作为前任发起人的儿子 为参赛者讲解入赛仪式 他们需要先从万米高空跳赛 才能抵达竞赛小岛 降落地点位于佛像头部 如果日落前没能抵达 就丧失比赛资格 遗憾与最后的一千万美元奖金 失之交臂 街上十几个人 全都是各武术领域佼佼者 反应迅速无所畏惧 确定小岛佛头位置后 他们争先恐后跳下飞机 公主 全姐和克里斯蒂操作不当 偏离方向降落在海边 距离高耸入云的佛头有一段距离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 他们各凭本事 拉着绳子拼命往上 可这样的速度还是太慢 远比不上落日下沉速度 于是三人决定通力合作 先将一人扔上去 然后再上一人 最后两人合力将第三人拉上去 可就在即将登顶时 栏杆断裂公主坠落 好在全姐和克里斯蒂及时拽住 这才避免淘汰 然而在这期间 公主看到士族杀手 看样子祸不单行 很快 成功抵达的数名格斗家 顺利报名参加 生或死武术竞标赛 准备决出世界最强格斗家 不过在比赛前 博士要求众人先进行身体检查 并在体内注射纳米机器人 这样有助于他实时在线监控 了解他们所有的身体功能状况 及肌肉运动信息 负责检测这些的是个吃汗IT男 他全程紧听梦中情人海伦娜 海伦娜作为发起人之一 为给自己的21岁生日留下纪念 选择加入这场比赛 可他还不知道 迎接自己的是多么残酷的事实 活动首天 参赛者在小岛各处各自训练 等待博士通过手镯传输对手信息 格斗会在任何地方和时间发生 彼此交战的对手通过电脑分析匹配 力求比赛精彩有看头 比赛期间 任何人不得使用武器 只能靠自身拳脚 很快交战名单确定 一半参赛者被淘汰 当即送离小岛 公主一直心事重重 当初哥哥离开士族 就是为了来参加深或死竞赛 他原本以为哥哥会凯旋 然而却收到他的死亡讯息 不过死不见尸 于是他义无反顾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调查哥哥失踪真相 博士找到公主 表示哥哥当初是和李昂对决 不幸从阳台掉落悬崖 至今都没能找到他的尸体 公主不相信这番说辞 哥哥绝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博士一定是在隐瞒真相 深夜 他独自在房间洗花万语 谁料门外突然闪过一个人影 暧昧空间里 公主盯着屋外黑影不怒不恼 反而有些戏虐的调侃内人 贱男人无动于衷 他拨动水面 刚被滋润的肌肤仿佛吹弹可破 被包裹在艳丽的丝绸浴袍中 趁着他更加美艳 男人硬扛美色输出 请求公主回到世俗 但他有自己的坚持 不找到哥哥恕不罢休 终于 面对公主的温柔抚摸 男人彻底丧失理智 选择留下帮他一起寻找 与此同时 克里斯蒂的房间也迎来不速之客 他的老相好小帅侧躺在床 用魅惑眼神引诱他犯罪 上次他们偷珠宝献金被发现 但这次身处孤岛 警方无权搜查 要是他们能偷走博士藏在密室里的一亿美元 那么一辈子一时无忧 于是 原本一场正经的武术竞赛 变成复杂的各取所需战 为了测试公主的实力 博士选择让他和李昂进行下一轮比赛 可还不等李昂出手 士族杀手先找上门来 杀手阿子是哥哥的爱人 公主不想见邪 劝手他一起寻找哥哥下落 但阿子执迷不悟 一行只为完成除掉叛赌的任务 再度交手时 李昂破门而入 阿子只好先行一步 公主反应迅速 立马摆出迎战架势 可对方力大如牛 硬扛伤害肯定不行 于是 他巧妙借助周围环境 借力打力 以柔克刚 从房间打到隔壁 克里斯蒂和小帅立马下床 盖着被子躲在角落 经过几十回合的较量 公主意识到 以李昂的忙打忙撞 绝对不可能是哥哥的对手 而这也就更加印证了 博士在说谎这个猜想 最后 李昂布迪公主坠落水时 决赛名额只剩一个 博士看热闹不嫌事大 选择让全姐和自己的父亲 进行生死格斗 老提也是着急得很 不等这夜过去 直闯女儿房间 结果去看到全姐和克里斯蒂 睡在一起 难不成百合花到了盛开的时候 全姐想解释 但老提一副心知肚明的表情 约定明天早晨再决斗 又是一个艳阳天 全姐和公主乘坐木筏 在湖面上针灸解发 老提又不合十一的出现 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尽是个海后 全姐忍无可忍 借助老提重量 把公主甩到水车上 开始了最终决斗 只要有人掉下木筏 那就算是输 一家人打架 虽然招式不狠 但招招意想不到 咬大腿 掐鼻子无所不用其其 也许是为了让女儿夺冠 老提放的水 比大西洋的水还多 最终落水惨败 最终四名额决出 除了公主 全姐 克里斯地外 还有偷看公主洗澡的 侍卫 不过在此之前 损鸟有另外一个任务 那就是趁四美女 比赛沙滩排球的机会 偷偷前进小岛内部 找寻王子下落 不过 博士也是早有准备 每一层都布置了守卫 他想要蹬顶 只能用拳脚打上去 所幸他的武术底子也不差 一朝一室分分钟要人婚 一分钟打倒几十个小喽啰 完全不在话下 很快 随着沙滩排球步入高潮 损鸟也来到了最高层 可还不等他前进操控室 摄像头当即发出警告 前后出炉瞬间被堵 与此同时 公主接球的依莎娜 一枚飞镖飞来 阿子又来挑戏 为了彻底除掉这个麻烦 他暂时离场 来到竹林和对方对决 阿子招招狠力 是要砍下公主的顶上人头 真不知道他为啥 对小姑子有这么大的恶意 公主也是一头雾水 当初哥哥叛逃士族 他不追杀阻止 现在他也如此 就得到这般待遇 要是哥哥还活着 绝对不会要他这么个狠毒的恶婆娘 这番话算是刺激到阿子 挥动武术刀疯狂乱砍 以竹对刀 看似毫无胜算 但结局早定 恋爱脑不会有好下场 一根竹子断了 公主重新拿起一根 直面武术刀 猎成几十片的竹筒 瞬间包裹对手 阿子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时 全杰三人招来 他们的格斗暂时一段落 下午 小岛举办舞会 小帅为了找到打开密室的钥匙 想尽办法靠近海伦娜 她作为小岛前任主人的女儿 身上一定存有相关线索 小帅从她的腰上 发现一个名字纹身 认为这就是密室钥匙 可事实上 这是海伦娜去年刚在巴黎闻的 克里斯蒂另寻机会 从海伦娜身上 找到了另外一个纹身 而这个机会 就是两人雨中格斗 场面极度精彩且悉心 大雨中 美女奔赴彼此 娇好的身材在此刻 远没有拳拳到肉的决斗精彩 她们没了往日的妇媚 眼神凶狠 眉腿充满攻击性 就连带雨滴的头发丝 都能造成巨大伤害 一个是昔日富家女 一个是著名大道 谁输谁赢一目了然 然而 获胜的克里斯蒂并不在乎名次 格斗全程关注的 更不是对方的招式 而是背上的佛头图案纹身 她好于这个就是打开 装着一亿美元密室的钥匙 为了验证猜想 克里斯蒂让小帅去密室 她则和公主一起全姐 去寻找自从海滩上离开 就消失许久的损鸟 他们来到办公室 扭动桌子上头部怪异的佛像 打开了隐藏在柱子里的入口 此时 博士就在控制室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艾蒂男好不容易能离开岗位 直奔海伦娜身边 说出了一件几乎无人知晓的事情 当初 海伦娜的父亲想要暂停身或死竞赛 可博士不同意 再过不了多久 她就能从这些格斗家的身上 得到一项超前技术 她绝不允许就此终结 然而 海伦娜的父亲极力反对 两人的争吵正好被艾蒂男听到 结果等到当天晚上 海伦娜父亲就离席去世 很明显 不是跟她的死脱不开关系 海伦娜当即决定去找博士算账 殊不知博士一直在监视两人 立马命令守卫出动 除掉他们 艾蒂男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帮不上忙 全靠海伦娜一人与启示人周旋 挥舞着无数刀在楼梯上斩杀障碍 这些人都是小喽啰 没什么真本事 很快就被她全部打倒 突然 有个守卫搞偷袭 艾蒂男一拳挥了上去 就此奠定她在海伦娜心中的英雄形象 另一边 博士拿昏迷的损鸟当诱饵 成功引公主三人进入圈套 大门立马紧闭 迷药投放 等到他们再度醒来 全都被禁锢在一个个 类似胶囊的仪器中 动弹不得 之后 博士出现 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伟大技术 一副眼镜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 而是能够复制 四人格斗功底的高科技 随着机器启动 四个胶囊仪器立马有所反应 机关唤醒他们体内的纳米机器人 当即把他们的格斗功底全部输送到机器终端 然后注入眼镜 接下来 就是博士验证结果的时候 只见一扇门缓缓打开 里面关押的正是公主哥哥 原来 博士觊觎他的一身武学 为了等到功成名就 博士这才选择关押他 王子没有拒绝的机会 为了妹妹必须倾尽全力 一开始 他确实给博士造成了承蹲伤害 可随着眼镜陆入其一招一式 博士很快就能提前预判 现一步找到王子破绽 灵活躲过全部攻击 最后 王子被打得倒地不起 被博士一个螺旋踹踢出佛头 正好扑进阿子怀抱 与此同时 小帅成功找到密室 按照海伦娜的纹身图案 顺利开启大门 映入眼帘的 是马放的整整齐齐的一亿美元 一家欢喜一家愁 博士通过遥控打开大荧幕 上面是全球各地的眼镜购买者 博士正尝试把相关资料传输给他们 进入监控室的海伦娜和IT男 及时发现 立马进行制止 并给警察发去报警信息 博士意识到不对劲 只会大个头取拿一亿美元准备撤离 海伦娜为拖延时间 留下IT男继续破解胶囊仪器 自己去堵截博士 很显然 由于博士没有拷贝他的信息 打起来就有些吃力 但以一人敌四人的武术功底 也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海伦娜很快就被打倒 IT男也被撞晕 博士争分夺秒启动刺毁程序 与从小帅手里夺过现金的大个头会合 坚军一发之间 IT男颤抖着手解开最后一个程序 公主四人征突束缚 直奔罪魁祸首 损鸟留下和大个头决斗 四女对决博士 即便如此 博士仍旧能力挽黄澜 一跃而上 五人纠缠甚久 迟迟绝不出胜负 好在王子和阿子温存结束 及时伸出援手 这才避免公主和拳姐坠落 此刻距离自毁不到五十秒 孙鸟使劲浑身泄术 也没能把大个头打倒 还是IT男和小帅帮了他一马 博士同样狼狈 眼镜不幸掉落 他彻底没了傍身武器 只好拼命逃命 王子颈椎不放 直接一关节打断起脚地板 公主一针扎劲破破劲 博士当场静置 最后 美女们纷纷跳海 三个大男人滑滑梯一路向下 只有博士被爆炸吞噬 最后的最后 倒霉的海盗又遇到拳姐 船只被抢 其他人在船上成双成对 叽叽我我 只剩拳姐还是条单身狗 这部是于2006年上映的动作片 生死格斗 改变于同名3D格斗游戏 打斗场面从头贯彻到尾 作为一部动作片还是可以的 感情戏点缀一二 没有那么突兀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